共睹如零宣訊第一冊 第三百九十三頁 藍彩和大仙慈悲主義 修道脾氣要越修越小 人如果慾望越大 就會有妄想 有妄想 貪嗔痴就跑出來了 而貪嗔痴是地獄之根 所以要慢慢把這三毒去掉 除掉 如果你心中沒有貪嗔痴 性才能夠清淨 一個人修道 有他的方法作為 但是你要能夠為自己做一個標竿模範 你立好了標竿模範 別人就會效法你 如果對人生有所感嘆 就表示你有一些體悟了 人吃過苦都會有所悟 如果一個人一生都很平順 他就無法體會人生的苦 心智自然沒有辦法成熟 智慧更沒有辦法展開 又經過磨練 才能夠增長智慧 而在磨練的當中 雖然是苦的 雖然是苦的 但是在這當中 如果你能夠把它釋透 你的心境就會不一樣 比如說大家都喜歡榮華富貴 可是有幾個人可以真正擁有榮華富貴 所以你也不用去羨慕 不用去強求做你自己 你不愁吃不愁穿 日子能夠過 總比苦人家好 所以說 見苦必救 見人必度 這樣才是有慈悲心的人 見理能盡 見口能定 這才叫有智慧的人 修到不要耍小聰明 我們是要用真智慧